二零一六亞洲青棒錦標賽開打在即 中華小將積極備戰 希望能把冠軍獎盃留在臺灣 全隊十八人當中 來自古堡家鄉的外野手曾漢宇 曾在今年的玉山盃四場戰 代表新北市交手臺南市 九下一三類友人時 集數帶有兩分打點的再見安打 幫助球隊以三比二逆轉勝 並闖進冠軍舞臺 第一時間落下男兒淚的畫面 令人印象深刻 有了曾漢宇這一次再見安打 新北市最終才有機會 在本屆玉山盃封王 如此關鍵的表現 也獲得大會最佳二壘手的殊榮 如今甚至還能披上國家隊戰袍 初次登上國際賽舞台 也期待曾漢宇的表現 能像再見安打般威風八面 至於外野手曾成左 則是來自高雄市的高院工商 本屆玉山盃也曾在三十二場戰 對上東時高中時 貢獻兩分打點安打率隊贏球 整個賽會一共累積十二分打點 登上玉山盃打點王寶座 而且論國際賽經驗 曾成左早在二零一年世界少棒錦標賽 入選中華隊國手 出賽三場 十一打數繳出六支安打 一分打點 打擊率高達五成五四 相隔三年後的U15世界盃 二十七打數九安打 六分打點 打擊率三成三三 依舊亮眼 甚至成為正中唯一入選明星隊的球員 也期待過去一向擔任球隊開路先鋒的曾成左 能在這次的亞洲青棒錦標賽 繼續為中華隊立下汗馬功勞 YT與新聞綜合報導